在今年年初的哈萨克斯坦阿拉姆图数字论坛上,俄罗斯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金对生成是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 他解释说,俄罗斯GIGA Chat和西方的ChatGPT的大脑代表着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它们代表着对善恶的不同理解。 自从2022年11月OpenAI退出GPT三模型以来,俄罗斯领导人一直担心在西方媒体上训练的大型语言模型将以与消费西方媒体的人相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自那时起,俄罗斯已经发布了自己的等效模型,希望这些模型体现俄罗斯的世界观,将官方俄罗斯世界观投射出去,长期以来一直是普京总统在信息上的核心手段。 这种手段,假设人们对于误导信息过于容易相信,充满了小小的偏见,不值得信任。 他们必须接受一个由上面传播和强制执行的单一世界观。 普京承诺将他在金砖国家组织担任的主席期间致力于制定与西方相对立的人工智能新道德框架。 俄罗斯和新的金砖成员伊朗最近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以此为目的。 但是,俄罗斯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方法有意地限制了用户的道德圈子,并阻止了不同观点向官方叙事的传播。 民主的方法将追求相反的目标,并有助于扩大用户对世界和他人的理解。 然而,正如最近的丑闻所显示的那样,遗憾的是,俄罗斯式的方法在西方人工智能公司中已经获得了太多的支持。 信息的独裁观点 2000年,当弗拉基米尔普京上任时,他的前任鲍里斯,叶利钦的一些变化似乎对他造成的损害比其他更严重,其中之一就是争夺国家注意力的新媒体。 普京年轻时所接受的媒体宣传国家团结和目标,而新媒体似乎只追求其寡头主人的利益。 当一个与普京政治对手对峙的频道指控说,联邦安全局的策划引发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的恐怖袭击,政府将该频道的所有者投入监狱,并迫使该频道的控股公司出售。 当另一个由一位前普京庇护者控制的全国广播公司质疑了有关库尔斯克潜艇灾难的官方叙事时,国家追捕了该寡头,直到他逃离该国,将频道交给政府所有。 但是,仅仅驾驭国内媒体还不够? 俄罗斯国防部在2001年发布了一项新的信息安全准则,警告外国媒体部门的不受控制的扩张。 纯粹的保护主义不是重点,西方媒体代表了西方世界观,因此对俄罗斯本质构成威胁。 在普京看来,将世界解释为西方媒体所做的,意味着将俄罗斯历史的教训和传统交换为西方的教训和传统,并失去了任何俄罗斯身份感。 国防部将这列为精神生活类别下的顶级威胁。 媒体可以通过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来分裂一个民族的这一观点,似乎在邻国乌克兰的事件中得到了证实。 由于没有像普京那样的人物重新肯定国家利益而掌控媒体,西方的技术、新闻和资金涌入了这个国家。 俄罗斯人长期以来认为他们的同胞开始把自己视为西方人而不是俄罗斯人。 普京称,这是对我们精神上的统一的攻击。 在2014年的革命中,部分在西方社交媒体上组织,并由乌克兰的亲西方的媒体大亨推广,违反了乌克兰政府的规定。 普京宣布这些事件是一场政变,新的乌克兰政府是非法的。 他吞并了克里米亚,使东部地区动荡不安,并对大规模信息在拉扯乌克兰脱离莫斯科控制中的角色感到愤怒。 人工智能对独裁来临。 随着信息领域的下一场革命的到来,俄罗斯再次措手不及。 普京在2017年宣布,领先人工智能的人将统治世界。 2019年,俄罗斯宣布了一项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承诺投入10亿美元发展这项技术,并发布了一项人工智能道德守则。 该道德守则听起来令人惊讶得非常自由,并没有反映对西方影响的恐惧。 这一守则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承认自由意志和非歧视是优先事项清单的前列。 但在2022年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之后,俄罗斯追赶西方或接受与西方价值观一致的道德守则的潜力消失了。 在俄罗斯眼中,战争是被西方的傲慢和贪婪强加给他们的。 作为回应,在最不同样的国家和社会中,一个基本上是解放性的,反对单极霸权的运动正在形成中,普京在2022年俄罗斯自行宣布并吞四个乌克兰省份时这样夸口。 俄罗斯所说的殖民主义正在对抗的是看不见的,文化和心理上的,其典型案例是说服乌克兰人他们是西方人而不是俄罗斯人。 因此,保护信息环境的神圣性对于阻止西方殖民主义和傲慢的世界观至关重要。 人工智能本身将不得不在这场对抗自由民主全球秩序的战斗中被征兆。 但是,俄罗斯在入侵中自己陷入了困境,技术人才逃离,芯片制造商不愿出售他们的商品,外国投资枯竭。 俄罗斯面临着更基本的障碍,大型语言模型需要接近线上所有可用数据总和的数据量。 但是,线上可用的内容以英语为主比俄语高出12倍。 微软使用由教科书组成的较小数据集取得了良好的表现,但英文书籍也远远超过了俄文书籍。 在GPT3推出后的6个月内,俄罗斯科技巨头Yandex和国有金融巨头Sperbank已经推出了自己的等效模型,评价褒贬不一。 即使在俄语提示下,用户发现这些模型不能与美国竞争对手相媲美。 Sperbank最新版本的其聊天机器人Jigachat在所有标准基准上得分远远落后于GPT4,后者推出已经几乎一年了。 在我的实验中,这些模型对于西方和俄罗斯世界观最为分歧的问题,比如什么是颜色革命,或是什么导致了特殊军事行动? 的回答,都以对聊天机器人的限制为由含糊其词。 相比之下,美国模型在俄语中毫不费力地以西方的解释回答。 去年12月,在一次支持人工智能的峰会上,普京概述了他的估计中的形式, 例如,一个算法可以只是给机器人否定俄罗斯、我们的文化、科学、音乐、文学的存在。 这些模型,在西方数据上训练,反映了西方伦理的一部分,那些我们反对的行为规范、公共政策。 因此,普京承诺他将利用他在金砖国家的主席职位来制定一个框架,以应对霸权、西方、人工智能的威胁。 这样的发展将允许俄罗斯跟随中国的步伐。 中国在人工智能成就方面仅次于美国。 中国已经发布了一个道德框架,只是人工智能开发者拒绝任何训练级, 其中随机抽样显示超过5%的内容存在问题,用审查的关键词和主题测试成千上万个查询, 并且永远不会拒绝回答超过5%的提示。 这意味着不否认大饥荒,只赞美中国人民为实现大跃进和毛泽东在动荡时期的稳健手腕所做的牺牲。 人工智能与民主 普京误解了人工智能的民主潜力,认为他仅仅是在宣扬西方世界观。 但在西方,许多人理所当然地关注着假消息和偏见,但却完全忽略了这一潜力。 生成是人工智能,使得获取信息更加容易和广泛,从而实现更多和更好的自制。 它可以扩展共情,使个人能够超越自己的世界观,并理解其他人的世界观。 社交媒体本质上是公开的,最优化于虚拟信号和正确思考,而简短且激起愤怒的内容最有可能疯传。 但是,聊天机器人是私人的。他们允许探索那些属于自己部落之外的人的观点,用不具有煽动性、否定性或侮辱性的术语解释,与仅仅依靠搜索引擎的结果不一样。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聊天机器人可以按照阴谋论者的标准与之进行交流,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显著减少对阴谋论的承诺。 声称是人工智能有望帮助美国人理解民意调查长期以来所发现的,政治光谱的两极共享的共同点远比他们认为的要多得多。 这是专制者的巨大恐惧,他们的人民将了解超越其小圈子观点的世界观。 民主制度的繁荣建立在多元观点之上,通过其公民拥有的众多经验和事件的众多解释来自我教证。 专制主义者相信,唯一的世界观是将社会推向前进的唯一途径,而其他一切则破坏了团结,因此也破坏了社会进步。 美国在生成是人工智能方面的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开放性。 但不幸的是,这并不能保证美国人工智能体现了这些价值观。 尽管《非人海盗》的漫画图像占据了头条新闻,但谷歌的双子座丑闻揭示了一家领先的美国人工智能公司中存在着更加隐蔽的问题。 双子座拒绝会生成诺曼、洛克威尔风格的图像,因为这样做会理想化美国生活。 他拒绝对批评左翼的右翼作家,如罗斯、道桑或乔治、威尔说好话。 在我担任一家数据分析公司首席技术官的职位上进行的技术评估过程中,当双子座被指示将一组社交媒体帖子与一组相关文章匹配时,他承诺将考虑权力动态、社会正义和压迫完成任务。 问题不在于拒绝传统艺术,保守观点和新闻是错误的。 相反,通过将人们视为无法区分真相和误导或偏见的人,西方公司已经采用了专制主义的指导信念,人们无法自我治理。 谷歌在双子座中创建了一个具有巨大力量的工具,该公司应该得到称赞,因为它进行了大量的红队测试,测试和与伦理学家的合作,以减轻潜在的危害。 但是,在全球专制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力分配的竞争方法。 在俄罗斯和中国开发的模型建立在一个关于人民不值得拥有权利,以及不应该信任某些艺术、信息或思想的概念上。 为了创建民主人工智能,美国公司必须假设人们是值得信任的。 这不是因为人们不会形成与大公司主导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相反的政治信仰,而是因为这些多样化的观点恰恰是使民主制度强大的原因。